大家好 这节课是RT18主题 安装导入DEMO教程的重制版 RT18主题的完整教程 在2016年秋天做过 据很多同学反应 导入完整DEMO的成功率比较低 这次给大家带来一种新方法 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最近Wordpress新发布了4.8 看看咱们这个老主题 是否还能正常安装 还有一个 在RT18的官方论坛上 发布了一个新DEMO XML数据是2017年1月份的 之前的教程是2015年12月份的新DEMO 当时导入还挺费劲 时隔一年看看 这个新DEMO是否有好转 这次用的是阿里云的共享虚拟主机 最便宜的那款 Wordpress 4.8 RT18用的是1.9.8 我先把大概的流程再过一遍 第一步是先做好域名解析 还有主机上的绑定域名 然后是下载最新的Wordpress和RT18主题包 只需要主题的那个小包 而不是完整的大包 把这两个分别用FTP上传到主机 然后在主机的控制面板里面 分别将这两个压缩包解压 然后分别转移到正确的位置 打开浏览器 输入域名 安装Wordpress 输入正确的数据库信息 然后再输入新站点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进入后台 启动RT18主题 根据提示安装插件 我们这节课先安装标准的DEMO 就是主题包自带的那个XML文件 这个标准的DEMO比较小 导入方便 成功率高 我们看到RT18官方演示站 它用的是完整版的DEMO 这个我们下节课再讲 导入标准版的DEMO 需要安装一个插件 Wordpress导入插件 免费的在工具菜单里 标准版的DEMO导入后 图片基本上都是站位图 导入完成之后 还要做两个设置 一个是把首页设置成静态页面 选择首页的页面 第二个是在小工具里面 把侧边栏的那些默认的都删掉 接下来是为导入完整的DEMO做准备 RT18官方演示站的DEMO是一个完整版 而主题自带的这个XML是一个核心版 少了很多内容 除了图片以外 页面模板也少了一些 这个完整版的DEMO来源于RT18的论坛 估计很多人都在用主题包里边 那个核心版的XML 在导入完整版的DEMO之前 先把Wordpress复位 复位插件主要目的是清空数据库 但不会删除插件文件 不会删除图片文件 虽然在媒体库里面看不到图片 但是在Upload图片目录下面 依然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为导入完整DEMO做好了准备 具体的导入方法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